我 来了 今夜十一时 将朱飘翼 引到东边的竹林 引朱飘翼 你们想对朱飘翼怎么样 怎么 后悔了 说到做到 我怎么可能后悔的 可我总得知道 我自己在做什么嘛 你倒是挺聪明的 什么 实话告诉你 我们只想要朱飘翼 身上的东西 你只负责把它引出来 其他事情不用你管 如果你跟朱飘翼之间 有什么私人恩怨 我们还可以把朱飘翼 交给你 你们觉得我跟朱飘翼之间 有什么私人恩怨的话 还需要利用你们来解决吗 好啊 我会帮你们把他引出来 但我提醒你们 如果你们杀了他 势必会引起太极门的反攻 所以你们自己小心一点 马宁儿一会儿 就把朱飘翼引到东边的竹林 队长 队长 张大帅的话 你们都清楚吧 谁拿到龙头杖 就中奖谁 都知道龙头杖 就在朱飘翼的手上 可他躲在太极门不出来 我们怎么抢龙头杖 现在正要给你们安排呢 今天晚上 会有人把朱飘翼引到东边竹林 你们就在那儿埋伏 统一行动 先埋伏好 等他一出现的时候 一定要联手 把朱飘翼给我抓住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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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做了宵夜 师哥 师哥 上哪儿去了 师哥 我上哪儿去了 师哥 师哥 祢 那我们上一个家 дело 对 什么人 这么久没同情 你说那个人 能把珠票印引过来吗 是 别出声 别出声了 随机应变 小毛孩儿 你最好不要管些事儿 走开 尹小千在哪儿 你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多废话 你要是痛痛快快地把龙头杖给我交出来 老子就饶你一命 龙头杖是立国计民的 绝不可能交给你们这些人 那你就是活逆位了 去死吧 去死吧 挨 唉 我 我 别 我 爪 플�공 我 寻猪的人呢 你手下拦住了猪飘翼 他们打了起来 贪狼 贪狼想贪功 这样 且不是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走 看看去 这边 贪狼 想不到猪飘翼的功夫 进步得如此神速 别太早下结论 没准猪飘翼还带了帮手 不可能 我看着猪飘翼 是一个人追上来的 没有帮手 是猪飘翼一个人干的 早就跟你们说过呀 万事要小心 贪狼 就是轻敌的下场 贪狼的武功 大家心里都有数 不仅低劣 还一意孤行 四肢发大 头脑简单 要我看 死有余辜 他死了 你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不对吗 武功差不说 还不听队长的话 别说了 满宁儿 你先回去 有事我通知你 队长 这就是你请的秘密武器啊 废话 反正 他现在比贪狼要听话 有了他这个眼线 周飘翼的一举一动 我们都知道 冷头杖 迟早会落在我们的手里 这个马宁儿就真的值得我们信任 以后我不知道 现在他是为我所用的 此地不宜久留 赶紧把贪狼的尸体处理掉 尽快离开这儿 是 那太太了 以后 这个大人 你也不认识 你这样 你听不懂 你听得着 不认识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你听不懂 他听不懂 你听不懂 他听不懂 你听不懂 不是 不是说好了比武相亲的吗 他也没跟我打过 他 他怎么就成你为婚夫了 对啊 不可能 我给你看看去 这 这什么呀这都是 飘逸哥 飘逸哥 哎 如语 飘逸哥 飘逸哥 哥 如语 你有没有看到飘逸哥 没有啊 他不在房间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他 我的傻妹妹 他不在房间不是很正义吗 葛顺 飘逸哥 你到哪儿去了 怎么了 别问了 我们先进大厅再说吧 走 这就是如语的未婚服啊 是 是 你 你 是 是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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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人了 什么 你慢慢说 刚才 我在房间遇到一个黑衣人 于是我就追出了台阶门 没想到 没想到遇到 易孝天的手下埋伏 我 后来呢 后来 我出手太重了 把他 就把他打死了 是 都是我的错 我没想到 帮我送去警察局吧 你起来吧 朴姨哥 朴姨 这件事情 为时不责怪你 我们太极门 已宽厚待人 得饶人处且饶人 是我们的戒续 这次 跟以往不一样 你属于正当防卫 是啊 朴姨 况且你不杀他的话 他也会将你置于死地 你能够安全回来 是为时最大的欣慰 殷孝天的爪牙 死有余辜 所以 不必放在心上 谢谢师父 朴姨 你还记得 那个黑衣人的 相貌特征吗 当时太安 没看清啊 能够这么随意 出入朴姨房间 和我们太极门的人 一定是对我们 非常了解的人 以后 我们要加强戒备才行 时间也不早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走吧 市录 爹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我去找师哥 这次殷孝天没有得逞 我想他一定会再来的 我担心 他会对师哥动手 我也有这个准备 也好 你要去我就不去了 思罗 你有没有觉得宁儿最近 这个宁儿最近 好像跟以前不大一样啊 她最近总是躲着我 就连她练功 也不让我看见 是如雨 如雨 师哥 他喜欢如雨 虽然他没说 但是我能感觉到 师哥一直想追求如雨 可是我知道啊 如雨 其实喜欢的是飘逸哥 怪不得这个宁儿 最近的情绪 总是有些古怪啊 是 师父 宁儿啊 我都知道了 你呀 为什么要瞒着师父呢 我知道 这件事情肯定很难解释 也很难说出口 不过 不过呢 思罗都告诉我了 感情这种事情 不能强求 要两情相悦 才是完美的 如雨不喜欢你 你就是再怎么伤心 又有什么用呢 宁儿 我虽然是你师父 但是我一直把你当作我亲儿子来看待 我知道你不可能找思罗倾诉 可你可以来找师父倾诉我 怎么样 是如雨拒绝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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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您先坐吧 好 师父 如雨没有拒绝我 是我主动不再纠缠她的 因为 因为我发现 我最关心的人 还是思罗 好孩子 真是好孩子 你已经学会放下了 宁儿 你身上怎么这么多的汗呢 我刚刚跑去练功了 练功 我刚才在周围散步 怎么没有看见你啊 不在太极门 我去了村外面 我怕打扰大家休息 村外 那可真玄乎啊 刚才 朴毅碰到了黑衣人 你知道吗 有这种事啊 什么时候的事啊 就刚才你不在的时候啊 既然会发生这种事 那那个黑衣人会是谁呢 朴毅说是殷晓天 总之 这几天 你千万不要离开太极门 以防不测 师父 那 飘逸他没事吧 我想飘逸应该没什么大碍 宁儿 这个殷晓天可真阴险啊 他想把飘逸引到村外 幸亏飘逸的功夫大有长进 这才能平安地回来 可殷晓天虽然失败了 我想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我会的 师父 您放心 好 我走了 好 师父 慢走 好 师父 慢走 来 来 师父 如风的伤严重吗 手臂骨折 看来要静养一些日子 这个冉旭呀 真是无脑 如风在这个节骨也受伤 谁去参加武林大会的比赛呢 爹 要不让飘逸阁去吧 飘逸阁武功进步很大 他现在不但打败冉旭 而且还打败了殷晓天的手下 我觉得他去参加武林大会 应该没有问题 师父 不行啊 我的实战经验还不够啊 武林大会就是个很好的 实战经验啊 是啊 武林大会 名义上是公平切磋武功 可所有的人为了赢得比赛 都会用尽所有的实战技能 条逸 你既然想得到实战经验 就应该把握这次机会 既可以通过实战增长经验 也可以结交江湖各派人士 让来行走江湖 这些都是必要的经验 自从我来到太极门这些天 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 我担心殷晓天 会趁着比武的时候 对太极门不利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殷晓天哪 只不过是张灵海手下的 无名鼠辈 太极门上下几百号弟子 县城里还有郑世康把守 不会有什么危险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练好功夫 代表我们太极门参加比赛 取得好成绩 这就是你对我们最好的汇报 谢谢师父鼓励 我一定会尽力的 这就对了 爹 我也要参加武林大会 你都已经受伤了 还怎么参加比赛啊 我单手也能打 不要胡闹 我们武林大会 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发展 才得到全国武术界认可 成为一次切磋功夫的盛会 况且我们太极门 是这次大会的主办方 你让我派一个受伤的弟子出战 大家怎么看我 说我太极门无人了吗 是啊 哥 你手都受伤了 还是在家好好休息吧 关于柳盈春的训练进展 十分顺利 他很有天赋 下一步什么计划 在刺杀张领海之前 我会给他布置一些 简单的刺杀任务 让他丰富自己的刺杀经验 这样才能一次性刺杀成功 急着 不能出任何状况 如果出错 要立即除掉柳盈春 请哥哥放心 我明白 你什么愿 你想要什么 别杀我们 不要杀我们 求求你 别杀我们 求你了 不要杀我们 求你了 不要 不要杀我们 妈 婆婆 求你了 婆婆还行 求你了 不要杀我们 不要杀我们 求求你 婆婆还行 不要 求你让我们一命吧 不要 求求你 你们先出去吧 是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会的 如果子弹有弹头的话 你现在已经死了 这是对你之前 训练结果的一次考试 不过很遗憾 你失败了 你的敌人 是不会有什么同情心的 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 来反击杀死你 包括老人 小孩 还有孕妇 所以迎春你要记住 我们的敌人 不仅仅是那些军阀 还有贪官恶霸 对于一切能阻挡你的人 你都不能心慈手软 你不杀他们 就是给他们机会来杀死你 作为一个杀手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是不能有任何感情的 再来 大帅 现在已经收到 七家银行的贷款 还有几家财团的捐款 共计十万打烊 十万 这么少的钱 他们也好意思拿出手 真当我是要饭的了 其实我们不用贷款 也能支撑 干吗非要看他们的脸色呢 话虽如此 但还是要扩充军备 革命党就要打过来了 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不能有任何的万一 还是要逼他们出钱 大帅 既然已经收到钱了 要是再紧逼 可能会出大乱子 能出什么乱子 大帅啊 虽然我们手里有枪 但上海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 我怕 那你有什么办法 最近几个派系 都在嚷嚷着组建军事联盟 我们能不能也打着这个旗号 向一些工商企业要赞助 如果只盯着银行 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狗屁军事联盟 无非都是在扩充军备 上海的工商业 已经被他们搜刮干净了 我们再去 恐怕连渣子都没有了 那 那我再跟银行那边 协商一下 这笔宝藏 毕竟谁都没见过 这笔宝藏 毕竟谁都没见过 这笔宝藏 毕竟谁都没见过 这笔宝藏 当年我奉清政府之命捉拿叛党的时候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笔宝藏 虽然过了二十年 我知道这笔宝藏一定还埋藏在某个深山中 大帅 这笔宝藏到底能有多少价值啊 多少价值 足够我坚立一支全国最强大的陆军部队 督促殷啸天 尽快找到龙头杖 是 大帅 柴火 卖柴火 卖柴火嘞 我说 练武的至少有两百多何人 高手有多少就不知道了 我们得想个办法应对 这样 我们化妆潜入 然后偷毒 等太极门的人中毒之后 就毫无抵抗力了 咱们主要的任务 是摩擎周围的地形 设定好进入和撤退路线 这样 让马宁儿搞到陈家沟的地图 马宁儿 我信不过他 你可别忘了 咱们可是他的杀父仇人 这仇人见面分发眼红 他却上杆子帮咱们 你不觉得离谱吗 我就不信他们一点怨言 你还没看出来啊 马宁儿跟着我们 就是想借机报仇 马宁儿聪明狡诈 谁知道他在帮我们 还是帮他自己 要我说呀 贪狼死在姓朱 那小子手里 十有八九十踏过的位 回来再说 нем使得着 没计划 地图核实过了 没问题 马宁儿没有耍花招 话 好 有了地图啊 我就可以布置行动了 贪狼死了之后 我们人手明显不足 行动多有不便 下一步怎么办 时间紧迫 来不及抽掉那么多的人手了 要瓦解太极门 还得需要马宁儿 理应外合 马宁儿靠得住吗 对 他现在还是有价值的 别忘了 我们可是马宁儿的仇人 你多虑了 比起我们 马宁儿还有最大的敌人 其实马宁儿一直对他父亲 和朱家都十分不满 他又是一个嫉妒心强 争强好胜的人 而且朱飘义有的他都享有 朱飘义才是他最大的敌人 而且只有我们 才能帮他消灭朱飘义 这一点他十分清楚 原来如此 对不起师父 突然冒犯了 宁儿 你能打倒我 证明你已经进步了 你代表八级门 参加武林大会 完全没有问题 突然不敢当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强 这是历史的规律 谁也阻挡不了 宁儿 你的武功已经和我齐平 可以出事了 师父 突然不想离开您 而且您还有很多功夫 没有交给我 宁儿 为时平生 掌握的武功啊 只有这么多了 已经全部交给你了 你要还想学习其他的武功 那就只能 靠你自己的钻研和努力了 不是啊 师父 您不是还有全谱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根本就没有什么全谱 以后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大家休息一下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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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走走走 爹 师哥 吃饭了 走 吃饭吧 爹 快点啊 好 好 去吧 走 爹 手臂怎么样了 没事 一点小伤 没事就好 如风啊 你准备一下 陪我去见大师兄 郑士康 告诉他太极门要举办 武林大会的事情 好 如风 记得通知 飘逸一下 知道了 全谱 为什么师父告诉我说没有全谱 却交给了朱飘逸 我师父的权法秘笔 怎么在你这儿 我只是对里面的内容很好奇 借来研究一下 听说你受伤了 我特意过来看一下 谢谢 我没有大碍 隐晓天的手下 隐晓天的手下武功高强 你是用什么方法打败他的 我是用基本的太极拳 不过只是侥幸 我很好奇 杀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做梦都想着能亲手杀了隐晓天 跟他那帮走狗 你已经除掉一个了 怎么样 你现在是不是很开心 不但没有开心 而且我很自责 我没有想过要杀他 我只是想保护自己 没想到出手太重 那这样吧 咱们两个联手 铲除殷晓天的门 你觉得怎么样 但师父提醒过我 不能盲目行事 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吗 你不是也想帮爹报仇吗 但是我们在明他们在爱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 算了 算了 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对了 那个人临死之前 有没有说什么 他说 他们不会让我离开台极门 看来隐晓天 他们还会再来 没错 那个黑衣人就是隐晓天 我觉得他不像隐晓天 我觉得 对了 我马上就要代表师父 参加武林大会 既然您也参加了 看来我们势必是要打一场 只是切磋 点到为止 扑方修 坐坐坐 好 清人兄 请 喝茶 好 好 浦房兄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好 除了宁儿的事 还能有什么事啊 如果浦房兄 不介意的话 我倒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庆元兄 宁儿的武功 最近进步了不少啊 这是好事啊 他进步了 我是应该高兴 可是 宁儿武功的进步 我总感觉 好像与我无关 庆元兄 宁儿的招式 向来很规矩也很收礼 可是我最近发现 他的招数里面 透着说不出来得很了 这可不是我八级门的路数啊 会不会是宁儿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心中有不平之气 梁兄 你也不用想得太多 不太想 庆元兄 这可不是单单的心境问题 恐怕另有个原因 我记得浦方兄跟我说过 宁儿从小跟你学八级拳 会不会是他看到他的父亲 死在了殷孝天的鹰爪宫手下 所以他想学着用 家父曾经告诉过我 要想学太极拳 就要先学会百家拳 他并不是想让我精通所有的武功 而是看过别家拳法的招式 就不会被别家拳法扰心 宁儿他自小只练八级拳 所以长期以来 他一定会产生枯燥乏味的心灵 所以看到了新的拳法 难免心中会产生好奇的感觉 庆元兄 有机会帮我说说他 有些事情 还是你这个做师父说好 我们做外人的也不便开口啊 不瞒你说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我这个徒弟啊练武心切 虽然很勤奋 可他眼看飘逸武功进展神速 他心里边一定有压力 我就怕他因此走入偏门 我一直把宁儿 当我自己的儿子来看待 此不叫父之过 如果他 真的要做出什么不妥的事情 我这个师父兼养父 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梁兄也不用太着急 了解清楚之后再去判断 现在当务之急 是你的宁儿 要应付好即将举办的武林大会 嗯